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月17日报道 事件发生在日本路上自卫队炸晃秋竹分屯地 2017年7月 一名20多岁的自卫队队员在分屯的专门运烫制服的房间内 用运斗直接落在4名后备队员的臀部 一日 受伤的4人臀部疼痛难忍 此事才东窗事发 其烫伤耗时10至15日才痊愈 该队员表示自己的行为是一时冲动 开玩笑开过火 此外 当时在场的另一名自卫队队员 因没有制止这种过火行为 也被停止10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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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